长宾渔港日前进行了渔民和县政府渔月课讨论会议 针对了渔沙问题希望提出改善的方法 而乡民代表李光兰也对于此提出她的看法 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渔月能够推广出去 尤其我们移民这边每天叫苦 因为只要一天不出海的话就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相信在沟通之后 地方政府以及乡公所能够找寻到解决方案 加以时日将这困扰渔民已久的问题给解决掉 才不会让他们实时担心到底今天能不能够出海捕鱼 东台新闻正大方温格长宾箱报道